美方执法部门有关行进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中美人文交流和人员来往 严重违背中美援手关于加强和便利两个人文交流的共识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手 美国自诩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 号称科学无国界 却将学术研究政治化和气化 耐用国家安全概念 大肆打压破坏中国留学生 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 制造寒蝉效应 独化中美人文交流氛围 在近期的案例当中 美方执法人员更是毫不掩饰地对受害者进行语言诱导和渗透拉拢 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美方这种行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毫无底线 是披着执法外衣的歧视性 政治性执法 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形象 是披着执法外衣的意识形态偏见